大家好,我们在养护三角梅的过程中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没有及时给它浇水 中午气温高了,然后就出现叶片脱水,发皱发软的状态 像这种情况下的三角梅,我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给它马上浇水 因为当这个气温升高,三角梅需要的氧气比水分还要多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那么土壤中的氧气,土壤中的空气就被挤出来 然后导致三角梅的根系即吸,吸收不到土壤中的一些氧气 就会导致烂根 所以这种情况的三角梅,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把它搬到阴阳通风的地方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 再给它喷一点水物在这个叶片,让它慢慢的恢复 把这个温度全部降下来之后 这个叶片慢慢恢复之后,我们再给它浇水 所以说当我们的三角梅出现这种情况的话,大家千万不要做错这一点 平时我们最好一个星期给它使用一次这种状根触花型的有机养液 因为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它是属于一种状态的幼苗期 所以我们给它用这种蒸根型的有机养液,让它的根系更加发达 那么它的生长就不会受到影响,不容易出现脱水的状况 好了,这就是养三角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,我们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